好小心喔 最近呢有人告诉你说可以免费的去大陆旅游 那么有可能是老鼠会的陷阱 台北市呢有一个诚信民众呢 日前在好朋友的纠团之下 一行18个人免费到了大陆广西去旅行 没想到7天的行程全部都是在上投资的课程 好像在洗脑吸睛一样 那么诚信民众呢 假意说他要加入才脱身 回到台湾之后呢 他知道说这个手法是已经骗击两岸了 所以向呢165诈骗集团这个反诈骗专线来检举 也呼吁国人要提高警觉 那么刑事局说呢 目前大陆只有允许的是只有商品贩售的 以店铺模式经营的传销 否则就是非法的传销 那么大陆呢也曾经严打这类的吸睛犯罪 但是现在是死灰复兰了 而且呢把这个矛头是指向了台湾的民众 变成了跨境诈欺的新形态 台湾人可要多加的小心